说过大市的市况 刚才都已经说过 最近好像看到什么股 什么板块轮流炒 但是开始有些很小的蚊形股 都在乱炒一通 可以这么说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你好消息 有些人就会看会不会是 因为现在的反弹到尾声 你又怎样看来港股 我们的后市关键 应该看什么呢 当然港股 或者说在这几天 或者过年星期开始 连中世价股都突然移动 但是如果大家记得 譬如上个几两个月 可能在四月五月开始 那种反弹来计算 都是一些大股行线 就是一些主要的板块 龙头股 所以其实那个逻辑 跟刚才讲的 一开始炒大股 才是相近的 但是只不过你可以说 这个反弹的周期很短 就是可能弹到这样子 那些龙头股炒到 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后 已经开始去一些 可能中世价的股份身上 所以你说这一刻 大家问可能 那个反弹浪是不是叫原座呢 我觉得短期可能是整固一下 就是我只觉得对港股 就是说真句 对于由五月份的低位 就是1978 其实达到去今个月2142都3000点 其实都不是一个小的幅度 而当中炒上来的主因 都是炒着一些国策 一些的刺激措施 一些可能送监管的憧憬等等 但是去到这一刻 其实稍稍会剩下一些 我想都需要几样东西 就是理性地去说 你内地一堆政策 都丢出来之后 你都要看看成效如何 才再判断究竟 还需不需要再下药 还是怎样的 所以都要给少时间去看一看 所以这段时间 我想可能稍会会剩下一些 当然剩下的幅度不是零了 就是港股都会借着这些因素 而是先整固一下 还有其实你看到 整个市场的成交都是 最近又开始缩犯一点 对于对比在过去五月份上来那一转 曾经有些去到 可能1500、1600、1800 流上来计算 近这几天只得到1100、1200亿 也都是意味着资金 都是有一点可能会先沽望一下 所以我觉得短期 可能真的会有一个整固期 所以也在整固期之下 可能真的炒的 就变成一些小的 就是小小为主 或者只是久不久 九月板法会移动 不同过去的一个多月这样的升法 但是不差的 我想是等下一下 等下一下就是 比如等刚才提到 可能如果今次 当你见到政策虽然是有效 但是可能还需要再加速一些 加力一些的 因为始终今年不断讲 就是GDP的目标 其实我们是挺高的 5.5 所以我觉得可能去到第三季的 中段开始又会重新 又多一些政策出来 又再炒多一转都不出奇 所以对港股不是特别悲观的 其实过去都说 开始是特别下半年是乐观一点的 但是短线来说 当然很明显就是很窄的区间 下面就是2万07度 其实你看到过去过来星期 试过两次都是受得住的 而2万07亦都是刚才提到 这三千点的反弹浪里面 调回大概一半左右 如果你说以这些位置不穿 我觉得这个反弹未完的 但是上面来说当然要等它突破一百天线 慢慢下移到2万1千8 这些位置附近 2万1千7、2万1千8 要真的突破 站起来的 这样才延续着那个向上升的架局 是 如果第三、四季 你普遍都向好 只是可能短线有个整股番的话 我们是否都是趁可能回回一点点 吸纳一些刚刚前排反弹得很厉害的股份 还是怎样的 当然我想如果你说操作上讲 先不要说买什么板或者什么股 我想特别在过去这三千点的弹幅里面 你都没有参与到的 那这些位置当然会先等一等 就是都升了一段 或者刚才提到都要等下一波的一些刺激 或者那些东西 可能真的有机会借势回多一点的 那譬如你下降低一点 可能真的第一下去回2007才去入场 甚至乎如果真的轻轻再穿多一点的 可能借近2万多松一点才再加 那我想这样会是好一点的 因为刚才都说的 虽然下半年整个市况比上半年都是会乐观 但是是否真的一步到位一支箭上呢 一定不是的 又是一样 可能是一个升下回下 升下回下一个反复的格局 只不过反复得来 我觉得向上的机率会大一点 因为始终港股的股值就很便宜的 现在无论你PVP书 都还是处于一些历史的低位 所以我觉得会掌握这些所谓的节奏 可能每一次等它回的时间 才要吸取性会好一点 那当然明确一点的 或者是叫做透明度高一点 可取一点的一定是国策相关的股份 因为刚才不断都说 其实你由5月份回来的市场 去到下半年的看法額比较乐观 其实都很源自于内地的一些政策 因为都是救经济的因素 刺激经济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 一定是以国策相关的股份先走 其实我自己就一向对那些车 都是可以的 但只不过这一转声都很可怕 讲一句话 都要理性一点点 除了 最后一转声都可以摸到